各位观众您好 今天的每一字为您介绍的是一个单字 单宝的单 单字的国语注音是 多安单一生单 单一生单 单是用尖来挑东西 如单水就是挑水 现在因为自来水供应普及 所以单水的人已不多见 但是在菜园子里 仍然可以看到单水浇菜的菜浓 单行李就是挑行李 因为现代的交通工具发达 也几乎看不到单行李的人了 单又当作承当负责来说 如担当就是负荷重要而兼具的责任 担保是防止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时候 用以赔偿债务人所受损害的一种方法 而担忧则是 对某事发愁 以至于内心牵挂的意思 单搁则是 持言或耽误的意思 单又念蛋 国语注音是 得按蛋四生蛋 但是重量的名称 一百公斤就叫做一公蛋 而蛋也指肩上所挑的东西而言 又叫蛋子 也可以用来比喻 人所肩负的重责大事 如金门前线有一座小岛 叫做大蛋岛 蒋总统金国先生 为了加冕束手在岛上的冠柄 特别提了大胆 丹大胆几个字 来鼓励他们 就是最好的例子 喊丹字 有的时候容易混淆的 是这样写成的丹字 这个丹的国语注音 也是得安丹 一生丹 这个丹字 有人写成这样俗体的丹字 但是这是不符合造字本意的 还是以写标准字体为仪 另外要提出来说明的是 耽误和耽搁都是迟言的意思 两者是可以通用的 但是担心担忧 却不能够写成这样的担心和担忧 因为手部的担心担忧 是表示心理上的负担 含有关怀的意思在内 如果用耳部的担心担忧 在意义上就说不通了 此外 丹的俗体字 是这样写成的丹 耳部的丹字 左偏旁的耳字